热点资讯时时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 6月28日 一位专注于中国军事的推特账户 贴出一张拍摄于5月9日的卫星照片 推文表示 中国山东舰航母舰载机起飞位置的导流板周围 和着陆带上的飞行甲板严重损毁 随即 这张卫星照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不少网民纷纷发表评论 有海外网友表示 照片显示山东舰的飞行甲板破损严重 甚至可以从开裂部分看到甲板似乎只有薄薄的一层 恐严重影响航舰作战功能 还有网友表示 可能是刚才不拿标 无法长期试引肩-15舰载机起飞和降落时的加厉燃烧所致 对于上述猜测 不少中国军事网友表示 卫星照是恰好拍到了舰员在清洗飞行甲板 才会被误认为是甲板出现损毁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山东舰和辽宁舰 中国003型航母建造近期也有新进展 6月30日 中国上海船厂再见的003型航母列装舰导照在网络传开 据悉 003型航母使用常规动力 排水量8万吨 却使用电磁弹射器 003型航母是中国解放军海军正在建造的第二型国产航母 该舰排水量预计为8.5万吨 全通平直甲板 搭载三台电磁弹射器 以FC-31为基础的新一代舰载机 及固定翼预警机空颈杠600可望部署机上 其原计划采用的是蒸汽弹射器 但是电磁弹射器几乎与蒸汽弹射器同时完成研制 同时具备上舰条件 毕竟在同等进度之下 技术更先进 弹射效率更高 安全性更好的电磁弹射器 可谓全面压倒蒸汽弹射器 从海军的角度来看 唯一需要考虑的是 有否需要修改方案 以适应电磁弹射器上舰后引起的舰体舱式结构 以及其他子系统变化 但是改做电磁弹射会涉及军舰设计布局的大范围改动 工作量不亚于重新设计舰体 2019年 中国海军特异大校张旭东曾透露 003型航母使用常规动力 排水量8万吨 且使用电磁射器 2021年1月27日 美国国会服务局提交了专题研究报告 中国海军现代化 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 国会的背景和问题刻 文中认为 003型航母为常规动力 接近美国排水量10万吨的航母 据推测 003型航母舰长约320米 水线宽约40米 与美国小鹰级航母尺寸接近 排水量或接近8万吨 若一旦确定 它将成为亚洲有史以来 吨位最大的航母 此前有分析指出 003型很可能会在2021年下半年下水 后期的西装安装舰导雷达和传感器 以及细薄试验将耗时两年时间 如此以来 003型航母很可能 2023年至2024年交付海军 另据最新消息 继首艘075-27攻击舰 海南舰内部画面公开后 075-2号舰返航照 亦被曝光 据悉是为舰党100周年做准备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30日报道称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蒙特雷的詹姆斯·马丁 不扩散核武器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获得的商业围形图像显示 在中国甘肃省覆盖数百平方英里的干旱地带 数十个地方正在开工 这119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工地 其特征与人们看到的中国现有核弹头弹道导弹发射设施相似 该研究中心东亚不扩散项目主任 杰弗里·刘易斯形容该项目的规模 令人难以置信 美媒报道称 这100多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建成的话 将代表着中国在核武库上的历史性转变 刘易斯说 我们认为中国正在扩大其核力量 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一种震慑力 使其能够在美国的第一次打击中存活下来 数量足够多 从而击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刘易斯认为 这些导弹发射井可能是为东风-41的洲际弹道导弹设计的 这种导弹可以携带多枚弹头 能够达到9300英里远的目标 有可能将美国大陆纳入其射程之内 美国五角大楼2020年9月 有关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认为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随着中国核力量的扩张和现代化 中国的核弹头库存 预计将至少增加一倍 民间组织美国科学家联盟的 目前的估计是 中国总共拥有320枚核弹头 但有声音指 上述美媒所称 导弹发射井其实是中国正在建设的 风力发电基础设施 环球时报英文版7月2日 发表胡锡进的文章 文章称 不知道华盛顿邮报提到的建筑工地 是否真的是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 胡锡进指出 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 东亚不扩散项目主任刘易斯 是个业余爱好者 事实上 中国东风杠-41是一种固体燃料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 其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机动性和灵活性 没有必要把东风杠-41放在导弹发射井里 胡锡进称 刘易斯在对媒体发表有关言论前可能不了解东风杠-41的基本特征 胡锡进在文章中称 导弹发射井当然非常重要 这是核大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然有理由建造它们 然而导弹发射井的实际分布是核大国的绝密 真正的发射井通常与诱饵发射井同时建造 胡锡进认为 《华盛顿邮报》报道的目的是向中国施压 试图通过舆论压力迫使中国就其核计划发表声明 挤压中国的核发展空间 胡锡进建议中方不要理会这篇报道 也不要理会西方媒体的类似报道 文章称 对于这样的揭露 中国既不应该证实 也不应该否认 让西方媒体去想象 这就是核威慑的含义 这样中国将粉碎美国压制中国核能力建设的任何企图 胡锡进在文章最后强调 中国必须继续加强其核威慑力量 这是中国作为核大国的主权范围内的决定 西方媒体的报道显然别有用心 中方没有义务对此做出回应 建党一百周年活动中 解放军新型装备直-8L运输直升机首次公开亮相 其与两栖作战有关 直-8L是直-8家族中的最新改进型 其最大变化是整体变宽了不少 因此也被外界称为宽体直-8 机舱从以往的1.8米加宽至2.4米左右 足够装得下山猫突击车猛式越野车等装备 和中国版黑鹰直-20搭配使用 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直-20负责运人 直-8L负责运装备 可以快速地将成建制的作战单位 投送至作战区域 补上了之前的短板 6月29日 解放军东部战区官微发布视频报道称 东部战区空军某部全体官兵唱 人民空军忠于党战歌 请中共建党一百周年 另有画面显示 东部战区空军多支航空兵部队 联合组织开展战地宣誓活动 东部战区官兵还在大陆至台湾岛 最近距离68海里的福建平潭向党籍宣誓 影片引来内地网民热议 纷纷留言表示 必须要让世界都知道 中国铁一般的态度 统一祖国父亲中华 希望在建军一百周年的时候 在台湾岛上宣誓 除东部战区外 中国火箭军东风系导弹 亮相大阅兵和参与实弹演训的诸多画面 易于近日公开 根据台湾军方消息来源指出 台军方近期曾多次捕捉到 解放军多种型号武装直升机 直接对台进行掠海接近台湾等战术动作 多批次直升机的刺中演练 被台军军方认为是 斩首特攻作战的准备演练 引起台军方高度重视 而此前五月初 台军方已经征获解放军 在福建沿海张浦县 新建一个新的直升机机场 一次在对台最短距离的方位 组建一支全新的空中突击旅 也引起台军内部警戒 陆路的张浦前进基地 也可搭配解放军成军的 071 075等两栖突击舰 对台湾形成前行包夹态势 尤其075两栖突击舰 拥有搭载30架直升机的能力 可同时操作6架直升机 与张浦前进基地可作为搭配使用 对台突击能力更加全面 未来一旦部署外形与台军使用黑鹰直升机 几乎无差别的直20通用直升机 一旦特攻开始 则台军是否可迅速识别直20与黑鹰直升机的差异 也可能是未来解放军 斩首特攻站取得先机的关键之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